圆明会112年度推动原住民族特色农业升级计划 推动办理112年度推动原住民族特色农业升级计划 而丰冰箱公所则是提出了计划丰冰制造原住民族特色农畜牧业行销推广总经费是114万 而公所希望以丰冰制造的品牌为主轴 希望能够推动在地自产自销的畜牧业 水牛肉干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达到在地行销 112年度推动原住民族特色农业升级计划 推动办理112年度推动原住民族特色农业升级计划 丰冰箱公所则是提出丰冰制造原住民族特色农畜牧业行销推广 总经费是114万 公所希望以丰冰制造品牌为主轴 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在地的自产自销的畜牧业 水牛牛肉干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达到在地行销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我们丰冰有属于自己丰冰的产业的一个部分 要不然我们丰冰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人家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农业处 甚至我们那个农改厂这边 我们都需要大家的一些资源跟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在各方面的不管是在技术上或说在经费上 是不是说可以大力的一个协助 当时有跟在地的像我们的一些水牛的班长跟他们在地 针对我们水牛的部分他们再去做一些讲解 包括牛肢的前肢跟后肢 哪一些肉的分别 包括什么沙朗的牛肉啊 因为他们也要在做有关总续方资产的牛肉 牛肉干的那个牛肉品 所以我相信跟总续方资产他们的专业 跟中央跟我们地方的配合 希望我们这个牛肉的部分可以往后面继续发展 目前委托的单位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表示 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利用封冰制造来做产地认证标章 也正在研发封冰水牛肉干 也已经与封冰箱公所达成共识将logo制作完成 南区有产地认证的是妇理箱跟玉理症 甚至我们邻近的光复箱他们一个光复米 那我们想说在我们在地的话是以水牛之箱为主 希望让我们水牛可以做一些产地认证 再延伸出来变成咖啡跟酒量的部分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主席跟两位代表人在支持 在地的水牛牛肉干大部分都是在庆典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与地方族人食用 很少会去做附加产品行销 所以工研院与公所讨论出三种不同口味的牛肉干 未来朝着水牛之箱行销丰冰箱 记者高雄双风冰箱采访报道